大家好,我是霞盗 嗯,哪群村民围在那里干嘛 而且中间那个黑衣人好像没见过 我去瞧瞧 我说,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我打算在你们村举行一个竞速比赛 奖品就是那边的钻石箱 哦,参赛规则是什么 那边有三条赛道 参赛选手们必须利用工具前进 谁先到达中间,谁就能获得宝箱 现在还有一个参赛名额 怎么样,你要参加吗 我要来我要来,请一定要带上我 嘿嘿,眼村民们比赛 那不是手道勤来吗 好了,请一号选手开始搭建赛道吧 嗯,不能一起搭吗 哼,先来后到你懂不懂 而且赛道可是不能重复的 哦,标准的红石铁轨赛道 可恶,居然被这小子抢签了 还好我准备了备用方案 哎哟,这位老乡还挺有才的 这种一格一格跳跃的方式也不慢呢 哇哦 该你了,三号选手 说起赛道,那怎么能少得了冰块呢 嗯? 搞定了,我的参赛工具是船 哦,都准备好了吗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预备,开始 过去,这二号也太快了吧 嗯,二三号选手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 嗯? 是我选到的,我才是冠金 不可能,明明是我比他快 不要着急 让我们来看一下回望 嗯? 可以看到,前面一直是二号领先 但是最后冲刺的时候 是三号选手,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冠军呢 哇哦 哈哈,这个宝箱是我的喽 等等,五个钻石,这就是奖品 啊? 不然呢,这么简单的比赛,你还想要多少 哈哈哈哈 呀得,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呢,我不玩了 不要急嘛,我们还有第二场比赛 看到上面那几个箱子了吧 嗯? 还是老规矩 谁先爬上去,冠军就是谁的 哦 哦,不会还是只给五个钻石吧 我给你保证 这次绝对不是五个钻石 哈哈哈哈 行吧,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三位选手都已经到齐 请开始搭建自己的梯子吧 梯子?那都是普通人用的 像我这种专业人士,怎么可能自己爬梯子呢 嗯?不用梯子你用啥?火箭 你给我看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操作 嗯?你丫头在逗我吗?用铁轨上天?这么直的路 铁轨要是能上去,我名字倒着些 哈哈哈哈 你就好好看着吧 都准备好了吧,预备,开始 GO!过去,想不到铁轨真的能上天 这也太遗憾了吧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他要夺冠了 哦,让我们恭喜三号选手 又是他取得了冠军 哇哦 谢谢,谢谢 这都是老乡们在让着我呢 哈哈哈哈 那啥,奖品应该还是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吧 等等,这都是啥玩意儿啊 硬币,面包圈 嗯?是的,这可是现在价值最高的比特币哦 比那五个钻石可值钱多了呢 哈哈哈哈 鸭子,这玩意儿有个屁哦 我真是个二傻子 居然连着被你骗了两次 喂! 真是气死我了 你们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溜了溜了溜了 嗯?这后面还有三个提子啊 是谁见的?嗯? 不管了,上去瞧瞧吧 我可不能白猫糊呢 呵呵呵呵呵 哎呦,这上面有三个宝箱哎 难道说 呃,这都是些啥玩意儿啊 不愧是最普通的箱子 我就不该对它抱有期望 哈哈哈哈哈哈 来看看第二个 希望里面能有好东西 哇哦,好多钻石啊 而且还有个皇冠哎 哇哦 等等 这个是玩具嘛 也太鬼畜了吧 嘿嘿 第二个就已经这么肥了 那第三个不得直接爆炸 呵呵呵呵呵 哎呦 虽然钻石没有第二个的多 但是这里面有好多豪车呢 哈哈哈哈 赶紧下来试试 嗯? 这个钻石块好奇怪啊 有什么用吗 我去 怎么自己动了 哇哦 原来是装修机器人哦 嗯? 它能自动把房子装修成钻石房哎 哈哈 真贴心啊 哈哈哈哈 接下来试试这几辆豪车 哦 秀气绊绊的 好难看啊 Nope 不过速度倒是挺快的 剩下的这两辆就好看多了 以后出门就开它们出去吧 呵呵呵呵呵 其实也挺ico的 statement